一节课大学就上完了 几节课从小就过完了 人生就是这样 很多人连这一点最后的反省 回忆都没有了 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那你活的是什么 享受过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比如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要教毕业设计 我们学的是广告 自然主动选的 还是有一些思路创意的 曾经给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 做过七八张鼓励诸威 当然不是诸威地震越来越大 就是人们越来越好 鼓起勇气 坚持挺过去 其中有一张 就是把四川那个地图啊 刚好是一个心脏的形状 那血管呢 我们把长江黄河跟珠江 现在认为的三纳江嘛 这个线一交叉 刚好是四川版图的形状 我们把整个的地图弄成一个圣旨 就上天有令 紧急书写 各方支援 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具体也想不清了 我回头还有的回忆 老来再拿来看看 那还有一个Windows图标 那个窗户少了一个口 少了一个熊猫 那么我们毕业的时候设计的是一个大学生回忆录 这个一方面 我们很多事情啊 觉得都是随缘的 我觉得应该记下来就错了 不过老实说这个你这太天马行空了 就退回来 那退回来刚好我们又省下了 就亲手做的第一本 唯一的一本 就作为自己的回忆了 那补考的时候 说这个可以随便做 结果做了一个毛主席一路 感觉好像还是不对 也就那么错过了 就得过且过吧 过了60分 那时候我们 最起初想的是 半生做广告 半生 来搞我们最终追求的 这个选学 搞到最后 剩下全部精力都是搞这个 那半生广告人是 欧伟 美国总统 他的一个想法 那么 在中国 我们搞到最后发现 广告这个东西 现在行业的 氛围 就是七分的夸张 三分的真实 感觉心里很空落落 很虚 反而我们搞这个 山明相补 这些虚的 宏观的高纳上 说不清 实实在在 对每个人心都有用 反而是这些 主要一样 而具体的工业 商业这些 反而是因的 物质享受 那么 具体的呢 一开始 为什么没有从事广告 还有一个原因 也去找了 也去做了 主要还是 一出来都是搞设计 所以有些 我们再有创意策划 没有 相当的资历 前这个规则呀